为什么燕子不喜欢和人类亲近 却偏偏喜欢在人类的屋檐下筑巢 它在家里大窝到底是好还是坏呢 要说起我国老百姓最熟悉的鸟类 除了麻雀就是燕子了 相信在很多人的老家里 屋檐下面都会有燕子筑巢 并且大部分地区都认为 燕子在家里筑巢 那代表着喜庆 家旺的含义 可是根据大家的观察 燕子并不喜欢和人亲近 这样就十分矛盾了 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燕子筑巢的秘密 下属的品种包括羽燕 楼燕 家燕 金妖燕等等 但不是所有的燕子 都会在人类屋檐下筑巢 比如羽燕和楼燕等 就会选择在野外 只有家燕和金妖燕 喜欢在人类屋檐下 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首先这两种燕子在筑巢的时候 选择的材料都是泥土 并且掺杂着草精 草根 羽毛等 如果这样的巢穴建在野外的树上 会很难固定 而且一旦遇到了刮风下雨天 不仅自己会淋雨挨动 鸟巢泥土被雨水冲刷 辛苦搭建的巢穴请客间就崩坏了 简直就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所以在遮挡屋下面筑巢 是燕子最好的选择 那么可能有人又有疑问了 野外能够遮风挡雨的地方也不少 为什么一定要选择人类屋檐下呢 这里就体现出燕子的智慧了 一般在野外能让燕子筑巢的地方 通常只有洞穴之类的 但是这些地方也是老鼠 蛇等天敌 活跃频繁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筑巢繁育后代 那和直接送有什么区别 而人类的房屋内 基本上不会出现蛇 即使有老鼠 和野外相比也是寥寥几只 所以在人类屋檐下筑巢 不仅能够遮风挡雨 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天敌的伤害 何乐而不为呢 再来就是燕子在屋檐下筑巢也是有讲究的 虽然这里没有了天敌的危害 但是很多人的家中会有猫 狗等宠物 亦或者会有熊孩子 所以在玄址筑巢巢时 燕子也会考虑到这点 将巢穴建造在墙和房顶的交界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人类对于燕子并不讨厌 甚至将燕子铸巢当作是一种福气 这是因为燕子是妥妥的一鸟 它们是一种食虫鸟类 主要的食物就是 蚊子 苍蝇以及地里的害虫 在捕育除鸟时 燕子会用惊人的毅力去捕捉大量害虫 根据调查 每只除鸟一天可以被父母投喂大约60次 每次有16到21只害虫 而一般一个燕子窝里雏鸟大概有5只左右 这样算下来 燕子一天能捕捉5400只害虫 我国作为农业大国 像燕子这样的捕食大人 自然受到了农民的喜欢 而且他们也会在夏天捕食苍蝇 蚊子等 使得家里的环境更好一些 所以人类通常对于燕子铸巢并不会达到反感 也正是如此 燕子才能安心地在人类屋檐下大窝 而且燕子实行的是一副一妻子 他们的巢穴也都是夫妻共同修筑的 在确定了巢穴的悬址后 燕子会将心里一口一口地掀回来 然后用自己分泌出来的唾液 将其粘到墙壁上 只留下一个洞口以供出入 逐渐将巢穴的外部结构打造好 通常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之后就是巢穴的软妆了 他们会寻找羽毛 细草等柔软的材料 垫在里面 这样一个温暖舒适的家便建成了 燕子在屋檐下搭窝 被赋予了很多寓意 也因此衍生了很多的诗句 燕子不进寒门 燕子不落仇人家 在这些描写中 燕子似乎是一种贤贫爱富的动物 难道就连动物也会贤贫爱富吗 其实这并不是燕子势力 而是因为它们之所以筑巢 是为了繁育雏鸟 为了保证巢穴的安全 所以它们一般会选择砖墙而不是泥墙 同时建筑物要安全牢固 但是在古代 穷人的家都是低矮的茅草物 下雨还十分容易漏水 坍塌 自然无法吸引燕子来安家 而能够盖起砖房吸引燕子的 一般都是达官贵人的家 因此人们常常误以为燕子贤贫爱富 此外 燕子不喜欢喧闹和脏乱的环境 只有安静优美的环境 才更加利于它们繁衍后代 而贫贱夫妻百事爱 家里的抱怨声 吵架声不断 显然不符合燕子安家的要求 燕子不落仇人家便是这个道理 所以燕子选择在哪里住巢 和贤贫爱富没有一点的关系 只是他们从自身 对于生存环境的要求来决定的 总而言之 如果燕子在自己屋檐筑巢 那么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 我们的生活质量提高了 不仅房屋牢固 并且家庭和谐 干净卫生 旧是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现在越来越多的家中 都有燕子来筑巢 从侧面也反映了我国的日渐强盛 大家认为对吗 本期的知识分享就到这里了 关注我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的动物知识 那么下期见了